说书唱戏劝人方 三条大路走中央 善恶到头中有报 人间正道 是沧桑 明朝家境年间 朝中出了一位奸臣 名叫严松 可以说是祸国殃民 这位老先生 有几个与众不同的地 首先说成名太晚 豊朝历代的奸贼 跟他比不了 为什么呢 他六十多岁 才正式的到北京来做官 之前大部分时间 是在南京城 坐冷板凳 可是一得了机会 可了不得了 上妻天子是下压群臣 不光他厉害 他儿子也厉害 严松啊 虽然说是奸臣 但有一点非常好 这一辈子 这一辈子跟自个儿的老伴 一直过到八十六岁 没有什么宠妻娜妾都没有 所以这一辈子是俩闺女一个儿 独生子 独生子叫严世帆 长得是其貌不扬 身量不高 又挫又胖 没脖子 而且一只眼 严世帆 随着父亲进了北京之后 可以称作是全清朝野 其实 严世帆这官并不大 他做的是公布侍郎 但有一劫 他父亲是位籍人臣 朝中有什么事 是他父子二人定夺 皇上不理朝政 家境皇帝喜欢的是修道 一心要长生不老 走得最近的就是老道 宫里边摆设应用之物 收拾的跟个道观是一样的 可以说 整个大明朝 就是人家父子爷俩控制的 尤其这严世帆 聪明 你看长得寒碜 像短薄粗 小搓胖子一只眼 但是 脑子好 广懒多读 念了很多的书 一肚子学问 出口成章 你看他长得寒碜 家里边 生活条件方方面面 没人比得了 妻妾成群 在一侧的媳妇 二十七个 这还不算这些个丫鬟啊 仆女啊 或者随时抢来的这些个美人 这都不算 有一种说法 咱们的名著 这个 金平梅 其中的西门庆 就是按照他的原型来写的 因为严世帆自己的号叫东楼 所以说作者把东楼改成叫西门 严世帆小名叫庆 所以说 那个人叫西门庆 当然这是民间野史 不过严世帆狂妄威 这个确实是众目所观 有这么一天 散朝之后 文武群臣好多人没走 陪着严世帆 喝酒 其实来说 群臣心里不愿意 怎么呢 严家父子把持朝政 是大大的奸臣 跟他走太近了不行 走太远了也不成 所以说都很矛盾 但是说严世帆留大伙喝酒 都得留下 往这一坐 喝 酒菜都摆齐了 大伙这一喝 喝来喝去 这个严世帆喝得多了 尤其这个人 要是狂闹 喝完酒之后 更加的没溜 吩咐一声 来 取大斗来 取大斗 有人拿过来的 偷号大酒杯 装一斗酒 您琢磨这一斗谁喝得了啊 往这一放 看看左右文臣武将 哈哈哈哈 列位 谁 因此都酒 你们谁来喝了 那我去 你瞧 我瞧你 谁喝呀 谁也喝不了 好 来喝都差不多了 再喝 没地儿搁呀 都低着头 严世帆这边瞧那边看看 不能因此都酒 怎为皇家的栋梁 这都低着头 有几个跟严世帆走着近的 这陪着笑脸 点头 严世帆拿手一指 咦 这有一个兵部的 几世官 马的人 马的人比谁都瘦 小刀条子脸 不能喝酒 打钢材就拿个杯啊 这对付着 想走不敢走 啊 一看趾子 啊 嗯 来来来来 马那吓一跳 这不要命吗 啊 哎 赶紧过来 啊 严大人 哈哈哈哈 九十泥了 一伸手 砰 把马大人这耳朵给耗住了 一叫劲 你琢磨 人的耳朵拉住了 一掰 哎哎哎 准得羊脸 羊脸一张嘴 严世帆这手 把这兜酒举起来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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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高兴 文武群臣 没人敢说话 暗说这可不像话 同典称臣 都是皇上家的大臣 互相尊重是必须的 而且来说 你这是戏耍人 一慢说都是这么高身份的人 普通老百姓俩流氓坐在一块 这么喝酒也得动了手啊 你这叫欺负人哪 没人敢说话 袁世帆吩咐一声来呀 倒酒 往这大酒头 又倒满了 哪一国还来 问问你们谁还来 群臣一瞧坏了 他就是臭服 这不要命吗 你瞧我 我瞧你 没人敢说话 厅堂上一片寂静 就这一错神的功夫 又打这边 蹭 站起一位来 我来 大伙回头都看 站起主来 四十来岁 四十来岁 官不大 锦衣未经历 此人姓沈 叫沈炼 浙江 绍兴人 那是 科班出身 这个做官也讲的 科班出身 一步一步 一步一步 熬上来的 为人非常的正直 平时没事的时候 最崇拜的人就是诸葛亮 家里边挂着诸葛亮 写的出师表 自己也写 写完了挂墙上看 一边喝酒 一边念 一念到鞠躬尽脆 死而后已的时候 是放生痛哭 感慨朝中 没有诸葛亮这样的贤人 能够匡扶设计 这么一个主 就站起来 我来 杨日帆都愣 他来 刚一错神 沈大人到跟前了 一伸手 碰 把这斗抓到手里边 拿手一指 严实翻 别人饮得 你也饮得 就是别人能喝 你都能喝 他们怕你 我审恋不怕你 碰 你伸手 把严实翻 脖子耗住了 都愣了 哎呦 这是要疯 再瞧审恋 眉目拧着一咬着 眼珠子都红了 你给我张嘴 一掐 disse 这嘴就掐开了 这叫 咚 堂 灌进去了 一挥手 咪 啪的悲衰了 哈哈哈哈 仰天长笑 转过身 回着自个人坐上那 倒上酒连吃带喝 都不往这看 满朝温武都傻了 这个人胆子太大 这怎么办 吃啊 没人敢搭茬 都低头 都偷眼看 颜日帆也愣了 没想到 给自个来 这逼下不来台 哎呀 实在我是喝多了 喝多了啊 我先告辞了 告辞了 退出桌去 转身就走 有人扶着 回去了 文物群臣一瞧 咱们也走吧 咱们别跟这等着了 还等什么呀咱们 呼噜呼噜全走了 走的时候 没人敢跟沈恋说话 怎么呢 你惹祸了 你是必死无疑 你惹了严家父子啊 宁可惹严为爷 别惹严家父子 今天你给他这么一个难堪 他是岂能罢休 我们别跟你说话 省得沾包 都溜着边跑了 省得跟着喝 喝了一吐吐吐吐 到最后 站起身来 晃晃悠悠 往家走 一边走 一边大声的喊 啊 汉贼 不两立 这是出师表里边的话 诸葛亮说的 汉贼不两立 大汉跟曹操 势不两立 是这个意思 那么今天 顺着朝堂往外走 说这句话 那就是把严家父子 比作曹操 说你要谋朝篡位 你是个大奸臣 两边人都躲啊 谁也不敢往跟前去啊 心说 审恋这是疯了 神的人回到家 天都擦黑了 夫人徐氏过来 怎么了 今天喝这么些酒 怎么回来这么晚 嗯 没事 是我心中痛恨 奸责 吩咐他们 白酒 我还得喝 还得喝 夫人知道 自己的丈夫 秉性刚强 也甭劝 准备吧 准备几个小菜 准备酒 这喝 一直喝到涨了 灯天都黑了 夫人睡觉去了 书房里就剩下 审的人一个人 这点酒喝的呀 实在是不成了 咬牙切齿 言得了墨 添薄了笔 写 写什么呀 写 闫家父子的罪状 就这些年来 欺君勿国 你做了多少措施 列举了 阎松 父子 十大罪状 刷刷 扁扁 一宿没睡觉 这写完了 封好了 耳听 桥楼上 鼓打武精 该商朝了 穿戴好了 拿着自己 连夜修德的奏章 商朝 递本 那么这个本呢 实际上来说 得先经过阎家父 他们得看完了 这才能到皇上那 有的时候皇上都不看 老贼阎松一瞧 哇 好大的胆呢 当然了 他也习惯了 每天都有各地的朝臣 写来奏章 骂严家父子 但是到不了皇上那 这一压 就算压住了 根本就没用 阎松吩咐这个 拿到锦衣卫大堂 诽谤大臣 众则一白 打他 而且按严松的意思 这一打就完了 活活打死就得了 不幸中有一个万幸 锦衣卫大堂 这儿 有这么一官 叫陆炳 陆炳跟沈恋的私交 还是不错的 呦 你瞧沈年兄 落得如此下场 也不觉得吃惊 他那个脾气就那样 准之道 这是早晚的事 万幸 打 说模作样吧 因为这个大堂上打人 他也是有敲门的 要想让你死 石板就死 要说就你一万板 打完之后 你还能出去跑一圈 这都有敲门的 简简单单这么一打 这之后 朝廷里边得议这件事情 不久把消息传到皇上耳朵里 皇上出了一道圣旨 说审恋 诽谤大臣 孤名调狱 互不住籍 贬出京城 保安州为民 这可是上等的官司 那算饶了一条命 没让你死 互不住籍 就是互扣取消了 你不能在北京城待着了 户口一销 轰出去 轰到保安州 保安州就是现在的着陆地区 现在是挺烦华 可当年这个地儿 没什么人 荒凉至极 都是犯了法的人 才往那儿轰呢 消息传来之后 这儿就准备腾府出京 早的时候啊 一共就五个人 两口子带着仨孩子 实际上他是四个儿子 审恋的大儿子叫沈湘 沈小霞 没上北京来 住在原郡家乡 住在浙江绍兴 已经娶了妻了 没跟着进京 剩下这三儿子呢 就是沈滚 沈宝 沈财 沈财小 一岁都不到 怀抱 一家窝口 有打 京中出来 就一辆车 十里长情 连个送的人都没有 谁敢送啊 都怕沾包 谁都怕惹了 沈家父子啊 哎 沈的人 叹了口气 除贼未成啊 走吧 吩咐一声 车就上了路 出离了京城 赶奔保安州 一路上无书 这一天 下午 按现在重点说 四点来钟 到了保安州了 天气不好 云彩压下来了 眼瞅着马上就要下雨 一家屋口 站着街上 一大堆行李 说哪去 无处投奔 皇上说了 让你上当老百姓 当老百姓怎么了当啊 你不得有房子过日子吗 你不管是种田 这是干什么 做买买 你得有个落脚的地儿 这什么都没有 一家屋口 都还抱着一怀抱着 跟街上站着 头两天下了起雨 地上很泥泞 你瞧这个地儿 很荒凉 也没几家人家 哎呀 怎么办呢 天可快黑了 你说要是找一个客店 没有 没有落脚的地儿 找一庙 庙也没有 你这个地儿 怎么穷成这样呢 难道说一家人就跟街上睡吗 这说的话 小雨点口就下来了 开始还小还能接受 不见得快大了 说怎么办呢 拿出几件衣裳来 给孩子大人都围上 逃了难受了罪 站接着站着 就这会儿功夫 大路的左边 来一个人 打着把伞 这低着头走 猛然停住 你看这哪儿来 这么几位 干嘛的 他站住了 审恋也看他 你瞧这种 跟自己这岁数 差不了多少 一撞打扮看着 不像个穷人的眼 这就愣着 这种也好心眼 几位 这是从哪来 神恋点点头 怎么是从京中来 大北京来的 是怎么 你家大小 这是 是怎么了 我是被点的官员 户部驻籍 保安州为民 出来乍到 天气还不好 现如今也没个 安身之处 哦 嗯 被点的官员 请问一下 您怎么称呼 啊 我姓沈 我叫沈恋 哦 您就是 沈的人 您知道我 大骂 严家父子 奏本 严嵩 十大罪名的 就是您吗 惭愧 惭愧 哎哟 早嚷嚷动了 早听人说了 说保安州 要来一高人 审的人 要上我们这来 这边 跟这站着来 您瞧 就是那个我是本地人 啊 不大不小吧 有点钱 也有房子 那什么 您上我那住去 我姓贾 我叫贾石 啊 哎呀 我这是 敬重中凉啊 您上我那去吧 这快下雨了啊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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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连一琢磨 也没地去 人家说了 上这打趴贝贝 鱼也是好的 那可逃着了 哎呀 您客气 您客气 您跟我走吧 嗯 这说着 带着全家人往前走 拐过弯去 感情这有趟街 啊 住的人家挺多 还有这么几家啊 买买家 打货铺什么的 来来来这来这来这来 往前走 到头了 有一所大宅子 房子还不小 快来快来快来 快出来人 出人人 这一喊呐 出了一大帮人 快帮他卸东西 来来来往里挪 都搬进来了 来个客厅 啊 去茶去茶去茶 先喝点热水暖和着 搞厨房做饭 咱家来了贵客了 哎 喝了会儿水 聊了会儿天 说那饭得了 吃饭吧 一家几口都坐在这儿 一看呐 很丰盛 连酒带菜带饭 什么都有 吃吧 哎呦 神的人也是真饿了 孩子们也饿 吃吧 这吃 吃完了饭 撤去了残息 重新又漆的茶 坐这一聊天 说这个 神的人 怎么回事 为什么 从京中出来呢 哎 神恋 叹了口气 就把这些个事 从头至尾的 又念叨了一遍 所以显如今 互不住籍 保安周为民 我那才来到这儿 假使叹了口气 哎 你说这哪说理 啊 严家父子 是大大的奸臣 虽然不知 哪个不小 显如今 您这个忠臣 倒被残害如此 哎 得嘞 建臣也不会永远得势 早晚有昭雪 成员那一天 但是我想问一下 您 下一步 打算怎么样 哎 下一步 没想好 不过当务之急啊 我们得找个地住 起来是真的 您给找个房子 这是当地人 哦 好 那 要什么样的房子 就您看着找吧 都行 大一点的也宽敞 孩子们也多 您看看有合适的 您给问着 哎 哎 明天 明天我去 好嘞 当天晚上安排的客房 你家人休息 转天早上起来 假使真热心 这出去找去 突然就一上午 吃中午饭才回来 准备饭了吗 准备了 吃饭吃饭吃饭 吃饭 吃饭聊着 我上午给您去转过去 想给您找一个合适的房子 哦 怎么样 不是特别满意 实不相瞒 我们这地儿也荒凉 没有特别合适的 我看了几件 有的吧 还行 但是 房子太破 要再给它收拾 又不知道 还有的吧 房子窄 这个 没有合适 什么人想想 呀 那怎么办呢 这个我们就不能 总在这麻烦您呢 是不是 别想 我有一办法 你说 什么办法 我自己还有这么一套院子 没有这个好 但是也成 我搬了 我带着全家挪 我搬家 这儿呢 您就住着 成不成 哎呦 那不行 哪有这个游僧 赶走住僧的道理 没听说说 我们来您搬家 不像话 哎 神经病 您听我说 虽然说我假使是乡野的村夫 但是我心正 我知道您是忠臣良讲 日后必有沉渊昭雪那天 您不可能在保安州住一辈子 你也甭管是十年八年 二十年三十年 您早晚有离开这儿的时候 您走了 我再搬回来 又何况我在这儿很熟悉 平时没事呢 哎 咱们大伙聊聊天 我敬重重粮 咱们一块交个好朋友吧 哎呀 神连说 您这所作所为哪是朋友 亲兄弟也不过如此 我也不便推辞 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 你说 嗯 我有意与你皆为生死弟兄 不知意下如何 哎呀 神的人呐 山野村夫特意的鱼鲁怎干高攀 你要说这个可是看不起我 哎呀 那这么说 我愿意 来 你我望空一拜 俩人过在这儿磕了仨头 一接金兰 一问岁数 甲石小四岁 那好极了 沈恋是哥哥 甲石就是兄弟 俩人打这儿请 一起在这儿住 平时没事 互相一块聊天 喝酒 哎呦 通过一交谈 发现沈恋真是一个忠臣 心系国家 甲石是十分的钦佩他 闲着没事一聊天 说这个咱们跟屋待着也不成 啊 沈恋说我这人还好活动活动 咱们有没有地儿活动 甲石说有 好极了 一说这活动这事 可惹了火了 书接上文 沈恋杨石 一接兄弟 哥俩非常的好 打这儿起 在保安州 沈家算是住下来的 哎呦 地方上都轰动了 打中粮沈恋 落户在保安州 好极了 没事啊 这些个有识之士们 也都来跟沈的人一块儿这儿聊天 是痛骂奸贼 闲着没事儿 这儿一说话 说感情沈的人文武双全 啊 不光能写文章 而且还会恋恋下子 那更好了 就有这个好武术的呀 啊 好舌尖的都找来了 说咱们一块热闹热闹 您怎么直练直练 沈的人说我这也不惊 啊 咱们互相切磋吧 闲着没事儿 说咱们练着射箭 此地幅原辽阔 荒野很多 很适合射箭 嗯 说咱们呀 弄这么几个靶子 靶子您蒙管 沈的人这您蒙操心 我们自个儿弄那稻草捆去 别着急 我说你们要弄啊 你们听我的 咱们这个靶子要与众不同 有什么区别 做三个靶子 做成人形 每个上面咱都写上字 大伙一听这挺新鲜 靶子嘛 不就是射箭吗 那立好了 我们这一射 还得写名字 嗯 头一个写上 唐奸相李林福 这都知道吧 都知道 唐朝时候的大奸臣 定国公左丞相 李林福 是个坏蛋 嗯 写上唐奸相李林福 好 第二个呢 第二个写 宋奸相秦惠 第三个 第三个写上 名 奸相严松 真结恨 写人 大伙一听群情激愤 听您大 写 什么人都不怕 咱怕什么 弄 弄了这么 三大奸臣 都写好了 荒郊野外 把这仨立上 大伙倒着班的来 开弓射箭 觉得这儿 离得京城也远 没有人会知道 但是您可忘了 天下有的是小人哪 什么都不缺 缺的是好人 这串闲话的人是居多的呀 没有不透风的墙 久而久之 这个事情就传到了北京城 传到老贼严松的耳朵里边了 老贼一听啊 真生气 好大胆的审恋 前者赶出京城 饶尔的活命 谁料想 你还不自愧 饶你一命 乃是老父恩德有加 现如今 你还这样 诽谤 诋毁 不成 不能再饶你了 坐在这儿 闭目养神 我们这事儿 那有人说他们不着急呢 海 身份在这儿了 朝中的丞相 阁老 那个未及人臣 普天下除了皇上就是他 他不能一听这 哗呗 桌子又揍了 啤酒瓶就开了 那不是大城乡 没身份 所以说这个人 不动声色心里边琢磨 正想着呢 有人进来了 相国 有人来拜访您 谁呀 杨顺 让他进来吧 是 杨顺是谁呀 老阎松的干儿子 这小子呢 正文是一点没有 但要说害人 那是专业 今天没事 来看自己干爹来了 说着话 打外边进来 晃晃悠悠 有个一米八左右 个儿可不低 大个儿 瘦 刀条子脸 俩眉毛大了着 薄片嘴 一步一步走进来 走到跟前聊医生 哭通就跪下了 啪啪啪 咳嗦醒头 干爹 意向可好 儿 给您请安 说啊 是 起来吧 哎 起来了 坐在那了 你干嘛来了 干爹 我是 昨天 做了一梦 梦见 我这老爹爹 您在云子眼里边坐的 光芒万丈 我从今日特意 登门前来看看您 把这梦 跟您说一说 老阎松挺高兴 这个梦说得很吉利 我在天上 我在云子眼里待着 光芒万丈 这个 我这是要成佛 是成仙呢 心里挺高兴 其实呢 杨顺胡说八道 哎呀 看茶 有丫头 你看茶 孩儿你最近忙什么呢 哎呀 老爹爹 而我 没事 这呆着呢 啊 求爹爹 有差事 赏一个 哎 现如今 宣大 短一个总督 你愿意去吗 宣大总督 这官可不小啊 啊 宣化大同一代 就归他一日负责 而且是有兵权的 宣大总督 朝廷的命官 但是在他们家都不叫事 这差这么一官 你去吗 哎呦 孤冬跪下了 我的亲爸爸 我谢谢您 还是我一定 好好的上阵 啊 不给您丢人 啊 起来吧 既如此 互不 去安排一切 啊 准备好了 吏部 再去领平 兵部 调丁 先去上任吧 是 谢干爹 嗯 而啊 爹 宣大下属有一保安州 保安州 有一罪臣 审恋 审恋 呃 是 而我明白了 不用说 有一罪臣 审恋 啊 犯罪的臣 为什么犯罪 跟咱们打架来着 现在在你手底下了 你是宣大总督 啊 宣大下边有保安州 这不就明白了吗 是 而我明白了 哈哈哈哈 去吧 啊 哎 这说完了 望外就走 心说妥了 第一 我知道老头想干什么了 啊 恨这审恋 那行 现在对我们来说 这些人根本就不是人 是我呀 升官发财 换纱帽的台阶 姓沈的是我一块砖 老头能主动提出他来 说明恨他 我把他弄死 那我就成了 站起来 往外就走 除了之后 领平上任 准的一切 带着兵丁 出北京城 赶奔宣大福 到这上任 来到这儿 还没来得及 让人去找审恋呢 出事了 怎么呢 大同这一代呀 在过去来说 是兵家必争之处 而且 经常有打鲁造反 人家这一来 这得赶紧去 派兵去打去 这刚坐稳了 就来报了 打鲁兴兵 这怎么办 咱们得赶紧出兵御敌 杨克顺这个人了嘛 你要说害人 是把好手 你要说打仗 他胆小 他要 打鲁啊 那都不是咱们中原人 穿重搭配跟咱们也不一样 说话咱们也听不懂 而且他们这人都横着呢 这两军阵前刀枪无掩着 万一这是给我 来一下子 我疼 所以说咱们就 就别打去了 好 你可是宣大的总督 你不派兵争脚 那人家还不敞开来来啊 杀了百姓无数 抢了很多的东西 达鲁收兵 这活力报 说咱们死了几千百姓 损失了多少马匹 损失多少钱 如何如何 损失不用管 你们查一查 达鲁确实是兵败了吗 是 人家是自己收兵 不不 就说兵败 兵败了 走了多少里啊 退了有这么一二百里吧 人家回去了 行行行 查点一下咱们死尸有多少 查吧 老百姓倒霉倒大了 一算老百姓死了不少人 这估计得有几百 杨顺想想 才几百人呢 两边兵器厅怎么着 才几百人 那您这个 你们再去给我 找一千多老百姓吧 大伙不明白 这什么意思 您去找去吧 是找什么样 什么样都行 就是长得像打鲁子是最好 您什么意思 快去 是 军令如山倒 兵丁们出来 逮老百姓 你看他跟人打仗 没能力啊 欺负老百姓 好有一套 这家送那家找 找那大个 长得横子 那些都有 弄来之后 让杨大人看看 挺好 挺好 都杀 包括之前死的那些 把脑子都切下来 然后按照打鲁人的模式 给他们剃头 把头发剃了 衣服也换了 然后清点一下 就说咱们杀死了 打鲁敌人很多 上表 大人我要请公 好 老百姓们怨声载道 这叫臭不要脸呢 人家打了你不敢见 你把自个老百姓杀了很多 拿着人头上面领功去 这一下跟前都传开了 可是 不敢明示说 怎么呢 他在这地方上 他是皇上啊 整个宣大地区 人家说了算 谁敢说 谁说杀谁 残暴不仁 消息可就传到了 沈恋的耳朵里了 中午这正吃饭 一听贾石一念的这事 沈的人这口酒啊 差点没喷出去 无耻荒唐 真乃是败类 把神的人气得 心说有这样的文臣武将 这老百姓们怎么办 吃完了饭之后 回到自己的屋中 提起笔来 刷刷点点 给杨顺写了封信 找人去给他送去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送去吧 直接的奔总督衙门 来到这 他这个 我是审恋审的人 让我送来 衙门口知道 有一审恋 大经中点官到此 给杨总督写的信 是是是 你给我吧 这拿着进去了 来到里边 见过总督大人 什么事 是有一叫审恋的 您知道吗 他太知道了 杨顺写说 我来就问他来的 什么事 给您写了一封信 您瞧瞧 拿过来 撕去你的瓶 打开这一看 话并不多 说是 一人功名是小 百姓性命是大 妖功取宠 妄杀无辜 比达鲁游甚万鱼 这是你啊 记住了 你一个人的官 不叫是 老百姓的命 才值钱呢 为了你自己身官 你比达鲁可恨 一万倍 写了这么几句话 杨顺气得 气得咔嚓 气得咔嚓 几把就撕了 坐这生气 两旁边 柴人看着你 不敢说话 大人 你怎么了 哼 想我杨顺 为国为民 我一天到晚的操劳过度 柴人们心说 孙子 你不亏心吗 你啊 没想到吧 有神恋 如此的狂闹 真真可恼 去 派人去打探 看看审恋 还有什么无法的举动 让人去打发看去 去吧 去了 两天回心了 说这个审恋呢 写了很多的这个诗词 而且请的和尚老道 高达法台 超度亡灵 给这些百姓们念经 他跟那儿一边念这诗 一边哭 而且念完诗都烧了 百姓都挑大目锅 说审恋是好人 杨顺点点头 心说 这可不成 怪不得老头恨他呢 我也恨他 他这样做 简直太没有道理了 你说我这个精心安排 这一切 他这样容易给我弄得落落圈 这可不行 连夜修书 给阎松 说您还得派人来 我们的想方设法 办这审恋 审恋 现如今已经有把柄在我手中 很快就能把它制服 拿着信进了北京 给阎松一看 老贼很高兴 不错 之前刚刚接到杨顺的奏 说这个杀了很多的打鲁 跟皇爷说皇爷很高兴 给阳顺呢 又官升了三级 赏黄金五百两 看来我用这个人是用对的 挺好 不过这封信 又写来了 看这意思啊 使他一人啊 力量单薄一点 得给他找一帮忙的 找自己人呗 又找了自己的一个学生 叫陆凯 把陆凯叫的家中来 现如今 准备让你到宣大 去做巡爱 你愿意不愿意 和这官到他们家就不值钱 想让谁去就让谁去 说这短一宣大巡爱 你来这怎么样 陆凯说行啊 这也挺好 来这就来这个吧 你有什么吩咐 我可告诉你 现如今 宣大下属保安州 那有一部法刁民 从人叫审恋 这个人是个罪官 贬到那里去的 你到宣大 见了杨顺 你二人好好商量商量此事 事成之后 老夫是必有重赏 升官越级 不在话下 甚至可到王侯之位 好 许的真厉害 这事你们要办成了 那升官发财简单 而且能让你们坐上王侯 那还了得 能当王爷 当侯爷 陆凯乐怪了 鼻涕泡都出来了 这是我去我乐意干这事 很好 北京城出来带着人赶奔宣大 来到这面见阳顺 两人坐住了 一说这事 屋里没外人 这喝着酒聊天 年兄 怎么着年弟 老爷子可说了 审恋这个人 不可留 那咱们需要拿他一插二挫 你看看这事怎么办 陆凯说 你可来了些日子了 我是刚到 你比我了解情况 怎么办这事 要是说 得有一茬 沈恋自从到这之后 老百姓十分的喜欢他 而且来说 很多民心 咱们这个把柄要是抓不好 让人逮着咱等漏 不好弄 陆凯说 那也得想法 老爷子交得下来 咱得办这事 老头说了 这事办妥之后 咱们俩人升官越级 不得话下 甚至可以做到王侯 你琢磨咱俩要是做到王侯 杨顺也高兴 我都想不到 咱俩日后还有王侯之位 你说别人不知道 咱俩还不知道吗 陆年兄 咱俩原来是俩臭流氓 是是是 这一下咱俩就算成了 那咱得尽心尽力 对对对 咱俩得想办法 俩人坐这聊 这俩人啊 说良心的话 实在没有什么主意 想了好几天 也没想出来 天天坐着喝酒 琢磨这事 想法怎么害人 俩人愁得跟什么事 哎呀 怎么弄 这天晚上鼓打定更了 俩人还跟着喝酒呢 说怎么办 没办法 最后杨顺说要不这样 我说陆年兄 要不然你乔装改变 深夜上他们家去 你行刺去 陆凯说我是文官呐 你是武将你总督 对吗 我去不像话 你来吧 你是武的 杨顺说我这个武的 我打群架行 我说你帮我打群架 砸酒果砸祭院 瓢娼不给钱 这我都能干 我说这个够呛 万一我死那怎么办 我说那也是个事 这俩人跟着商量这事 正琢磨着的 又打外边中军进来了 齐兵两位大人 什么事 是拿货了两个人 谁呀 拿货两个白莲教的头 好 一出去吧 去吧 中军打不出去 杨顺看看陆凯 陆凯瞧起杨顺 我说 路的人 杨的人 啊 啊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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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路的人 我得考考你 你乐什么呢 哈哈哈哈 杨年兄 我看你乐我才乐的 我没读义 我也没读义 那喝酒吧 喝酒吧 喝酒吧 俩要喝酒 俩草包 喝来喝去 又聊这事 这白莲教的头 让咱们逮着 咱们有什么用 因为在当时来说 民间有白莲教 也是这个 论民起义啊 包括各种教会 它也不一样 每个地方都不一样 但是朝廷 对这白莲教 十分的痛恨 啊 俩人坐着喝酒 喝来喝去 陆凯 终归算是文官 想起来 都有一主意 你听行吗 啊 你说 朝廷 皇上特别恨这白莲教 咱们边瞎话 就说审恋也是白莲教的 说他们勾结 打鲁 启兵造反 你看这主意怎么样 嗯 阳顺点点头 这主意不赖啊 那怎么说这茬呢 嗯 这都好办 就让这俩白莲教的头 先打一顿 打扶了算 让他们俩承认 审恋跟他们是医师 他们俩一承认 那就算行了 啊 然后往北京去一封信 老爷子那一点头 回来之后 想办审恋 简单之极啊 哈哈哈哈 杨顺乐坏了 陆年兄啊 要招这么说 你我二人王侯之位 马上就能到手了 那不假 哈哈哈哈 这可真是 哎 那个 那个话怎么说来着 杨顺说 我哪知道呢 嗯 不你说的吗 哎呀 想不起来了 好了 就这样说吧 啊就说这个事 在哪能办 能办 嗯 来呀 带这两个白莲教的反贼 是 说一声带 这地 一会儿哗咙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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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咙 就把这白莲教这俩头压上来了 来到这奔腿椰子 蹚就一脚跪下 咕咚脸就跪下了 抬头瞧着 哼 真真 其有此理 哪儿就其有此理啊 你得说出点什么来 你们如何如何 办了什么错事 真真其有此理 可这陆凯跟杨顺 俩人着实的 不会说人话 真真其有此理 胆大包天 无法妄为 啊 这俩人跪底心说 怎么这么大罪过呢 我们错了哪儿 你没说出来啊 你瞧我瞧你 听着吧 呼这俩官越说越生气 越说越生气 啊 来啊 重则二十 是 蹬下去 吞下裤子来 乒乓乓乓乓 打了二十板 拉上来 拉上来了 往这一跪 杨顺看着 哼 两个嘖嘖 打了你们这四十板冤不冤 杨顺你看我看你 打二十板 怎么四十板呢 拆着别愣了 都看着 心说大人不识数 路凯听见了 俩一块坐着吗 路凯心说这太丢人了 嗯 啊 二十板 哦 这才想起来 刚才说的二十板 哼 打了你们俩人搁这一块 四十板冤不冤 我这里还有假法呢 啊 冤不冤 俩说这 冤 好 拉下去 再打二十 等起来 吞起裤子 屁的 啪啦 叮咆 叮咆 又打一顿 拉回来 登上来 招不招 你俩心说招什么呀 这逮着人之后不得先问吗 你是偷东西了吗 你没偷啊 打他 打完之后 招不招 你得有缘由啊 上台来什么都没问 哪就打人 打完之后 招不招 你俩瞧 你都冤死了 但是我们冤 还冤 看起来 人是苦虫 不打 不行 人是木钓 不打 不招 来呀 呦 登上去 重打四十 好 登上去 又打了一顿 慢说是人 大骆子 大麻也受不了啊 叮光五四 打一顿 拉上来 跪是跪不了了 脸怕那 骨头都打碎了 哎呦 大老爷 您饶命啊 早知如此 何必荡出 我来问您二人 招于不招 俩是委屈 大人招什么呀 哦 招出你 通通作弊之人 啊 俩什么还作弊 这里头 又不参加科举 做美门币 大人您再提示一下吧 嗯 你们 勾结打鲁 与谋朝篡位 是也不是 俩也挺活不了了 我们俩要谋朝篡位啊 我大人没有 胡小金呢 你要说有 这个事都好办 能饶你不死 连堂上在堂下都挺糊涂了 这怎么回事 这招了倒没事 俩也琢磨 先招了吧 省哪一打 哎 大人我们招了啊 有 是怎么回事 我们俩是憋着谋朝篡位 嗯 我们俩打孙 我当皇上 他当娘娘啊 所以说 我才是皇上 对 行 我是娘娘也行 大人您不打 怎么都成 哈哈哈哈 杨顺乐了 嗯 这边才是 招人了 勾结打鲁 一谋朝 省得皮肉受苦 知道吗 但是现在这个事情还不算完 你们俩得招出来 还有合伙之人 大人我们真不知道您提个醒 哎呀 是不是还有一叫陆凯的 陆凯吓一跳 还有我的事 书记上文 杨顺在大堂上 审这两个白莲教的头 说你们俩得招 这里边有陆凯的事 陆凯吓一跳 怎么说有我呀 说错了 说错了 这里边都有审恋的事 这俩人你瞧我 瞧你 大人不认识的 哇 认识不认识不叫事 你只要说出来之后就行了 俩人心说打成这样 打得跟花瓜似的 那我们就招了吧 是有大人您说 怎么着就怎么着 嗯 好 这俩人画共 这旁边有诗呀 完全照着杨顺的说法 乎怎么勾结在一块的 怎么串通打鲁 如何要造反 谋朝篡位 这全写下来了 连夜加急本章 送往北京城 本章到了北京 先进到严相府 得给严松父子看 爷俩一瞧乐的 好 沈恋呢 你这算是完了 此日清晨 老严松 见价 去跟家境皇上说这事 说现如今出了大事了 这个有白连教啊 勾结打鲁 一遇起兵造反 谋夺我主江山社稷 万没想到 醉沈恋 和他们一起勾结 请我主定夺 详详细细这么一说 皇上很生气 说这是其有此理啊 前者没有他的命 这已经是饶了他了 万没想到 他是变本加厉 怀恨在心 拿获审恋 就地 问斩 说哪逮着 哪斩 这俩官不错 一个是杨顺 一个是陆凯 忠心卫国 杨顺的儿子 让他升任 锦衣卫的经历 就是沈登任 原来那个官 对陆凯 连升三级 仍在宣大庭用 圣旨可就下来了 加急送到了宣大福 相安皆止 这一念 喝 杨顺美 好 来人呐 捉拿神恋 大队人马 胡辣超市 赶奔保安州 这一进院 谁是沈练 沈登任助理 一瞧官兵 就知道不好 我是沈练 有事冲我一个人说 与旁人无关 对 逮的就是你 带走 哗笼嘎笨 把锁链的带上 连脚料都砸上了 怎么呢 这是国家的侵犯 你要造反呢 这是 带走 就押回去了 家里可就乱了 这正说着呢 假石进来 一脑门子汗 嗯 怎么呢 这官兵一来 他就知道 这赶紧私处去打探 一直这问出信来 回来报信来 嫂子 出事了 怎么回事 咱们上屋说去 进屋 没别人 徐氏夫人 二少爷 三少爷 这是贾氏 贾叔叔 怎么了 前者 杨顺 杀平民的事情 是我哥哥气不愤 写了一封信 是大骂杨顺 杨顺怀恨在心 显如今 他们捏了个罪名 说我哥哥勾结白莲教 串通打拢 异于造反 这次好像听说是 圣旨都来了 我全都此事 凶多吉少 嫂子 您看怎么办 天啊 天啊 我沈家中军卫国 嬉戏百姓 怎么落得这么一个下场 一直 嫂子 先别哭 这会儿不是哭的时候 这个事 你有什么想法和安排吗 我有什么想法和安排啊 我这会儿脑子都乱了 他抓起来 就是我们哪儿几个 我一点主意都没有 兄弟 你说怎么办 唉 嫂子 我说句 无中听的话 沈兄此一去 再难回转 这么多年来都知道 得罪了严家的人 没有好下场 任凭你有回天之力 你也救不活沈兄 所以当务之急 你要听我的 带着孩子们 赶快逃出去 离开保安州 越远越好 他说说 我们这就走吗 不能再耽搁了 得赶快走 夫君现在还没有一个具体的下落 还不知道是怎么办 我们走 这个 唉 嫂子 你听我一句 别耽误 耽误着 恐怕连你们也难保全 会吗 再一个了 他就是 跟有个三长两短的 也没人给他收个诗 这不得让人说着孩子们不孝吗 哎呀 嫂子 事到如今 宗似为众 物拘于小孝 宗似为众 你们家不能绝了 这是大事 这会儿说 你还拘于小孝 哎呀 我们这得孝顺 我们得收拾 不是你们管的事情 怎么着 也比你们家绝了根强 假使看得远呢 得罪了严家 这个事不会完的 寄嫂不寄完 嫂子 你听我一句良言相劝 千千万万的 不能再耽搁了 不行 兄弟呀 我不能听你的 我再看一看 我看一看 以后到底是怎么着 咱再容几天 哎呀 嫂夫人 不听我言 终成大婚 可是没有办法 人本家不听 也没辙 撒出人家问去吧 哪问 一点消息都没有 神恋 哪问在间 也没人提审 也没人问 就压在这 说为什么 没有 过堂 没有 就给你搁在这 没人管 回过头来 再说杨顺跟陆凯 我说 联兄 怎么着 年底 人可怠着了 咱怎么办 那还怎么办 杀了他 即早不即晚 而且来说 连他 在白莲教这俩头 杀了之后 人头地劫进京 送到北京去 省的夜长梦多 这仨死死人口中 无招对 知道吗 到时他们再一敲击 这个是 那个不是 费哪个性干嘛 可是这个 审恋 没有口供 咱给他写呀 你管他又没有口供 他有口供 咱用不得呀 咱自个儿写 对不对 咱有师爷 按着他那鼻挺 写 写完这一签字 叫他 不这还有 手印什么 他哪怕 杀了之后 拿着他手摁 想怎么摁怎么摁 嗯 好 那就今夜三更 在尖中 接过了他 好 这回头就安排人去 神恋 在尖中待着 也没人来问 也没人来看 根本也不可能让他见别人 坐在这儿 地上是草垫子 抱着磕膝盖 抬头望 不大的这么一个小监牢 铁栏杆 这边有一小窗户 极小极小 有一点光进来 这窗户还不是直接的能够看到外边 窗户外边还有墙 隐隐约约的 看一点片 坐在这儿自个儿叹气 最眼难看春秋传 哪有成英 就赵来呀 说的这是春秋列国的时候 成英 救孤的故事 因为有草则一人成英 救了赵监的后代 才保住这一国的香烟 可是现如今有谁 能救得了大明的江山呢 皇上信宠奸臣 而且来说 迷恋修道 每天哪 就知道烧香念经 把朝中的事情 全部交给了严嵩父子 严家父子 上妻天子 下压群臣 买棺卖棺 无恶不作 大明的江山 就要毁于一旦 谁能出手 力挽狂澜呢 可但我 被贬在保安州 有劲也使不上 此一番也不知的 因为什么 哪问再见 心中好恨 身家性命我可以不顾 老婆孩子我可以不管 但是江山设计 天下的黎民 让我担忧啊 哎呀 心里边就跟着了火似的 咬牢牙切齿 痛恨尖贼 翻过来 掉过去的就想这些个事 不知不觉 天又黑了 望着这个小窗口 心如刀子 心如刀脚啊 我围观一刃 我没能为百姓们做点什么 这辈子我冤得很 连连的叹息 就这么一做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突然间就听了外边脚步声音 紧紧跟着大门那儿 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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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呱 这儿光着膀子 底下穿着一条兜当的滚裤 大红的 腰里边系着一条黑丝头 手里边攥着钢刀 拿眼睛邪愣了一眼 就看着里边神恋 点了点头 神的人 神恋这儿一抬头 是我 来呀 开门 说声开门 俩小军都过来 掏钥匙开个门 把这门打开了 盖主进来 把这刀放在边上 取酒 说一声取酒来又进了几个人 拿着拖盘 拖盘里边放着这么三万九 往这一站 神恋人 恭喜您 官司到头了 神恋点点头 知道 自己该死了 什么叫官司到头了 就是不用受罪了 你得官司到头了 可是一截很荒唐 我没打官司 抓起来都没人问我 怎么就到头了 这位兄弟 是你送我上路吗 不错 兄弟 我有这份荣幸 送大人升天 但不知 我神恋 身犯合法 绿犯哪条 你让我死了 不要紧 你告诉我 错在哪里 哈哈哈哈 大哥乐了 神的人你好糊涂 我怎么糊涂了 显如今 还谈什么法不法 割嘴严家父子 你就犯了法了 你就命中该亡 话又说回来 兄弟 我是个手下人 您跟我们说热 也不挨着呀 神恋点点头 人家说的对 这个年头 这个世道 说什么法呀 得罪严嵩 你就犯法了 法就是人严谨的 让你死就死 哪里废话 扑车一下乐了 哈哈哈哈 来 取酒来 这一摆手 有兵族们 把牌拖过来 神的人拿起来 这酒 放到唇边 一饮而尽 一挥手 啪 把碗摔了 怎么呢 死刑犯那碗 没有再用 使完就扔 啪 摔一粉粉碎 这一杯酒啊 主告天地 但愿得苍天油盐 扫灭 坚硬 还百姓一个太平世界 两旁边站着人 连这围首的大哥 都不说话 都在等着 怎么呢 人都是有良心的 知道神的人这冤 等着 神连又把第二碗酒端起来 一饮而尽 一挥手 啪 摔个粉粉碎 第二碗酒 愿得是我主万岁 远离天宁 清君侧 尽先尘 又把第三碗接过来 可没喝 泼在地上 这一摔手 啪叉叉 这第三碗酒 我怨 我亲 我儿 能太平无事 我 先走一步 可探我 为人父 为人父 未尽 职责 他年只能是阴草 再来 相会 叹了口气 不说话 为首的大哥 瞧了瞧 神泽 神泽 你还有什么事吗 没有啊 好 既然没有 这一伸手 把刀拿起来 小的 请大人升天 说一声这个 整个牢房里边站的这些人 一块喊 请大人升天 沈恋点点头 好 哥儿就辛苦了 你们给我来一催生的 说着话 就这杨国 大哥儿点点头 一条大拇指 罢了 沈爷你是个汉子 刀举枕 一刀 看着脖子这 鲜血思剑 死尸倒地 所有这几位 连杀人的在跟着 没有人看 都一转身 卖步往外就走 小君族最后 把这门关上 又锁上了 死尸就倒在草殿之上 所有人卖着步 往外走 到今天咱们看明史 也记载着清关神练 这回去之后 禀报杨顺 说人死了 好极了 这算行 神练的死 不是他死 这是给我们 加官进路 要吩咐人去 把白莲叫 这俩人杀了 哭这俩人这冤的 这不说没事 谁说没事的 蹬在外边气着咔嚓 两人全杀了 这弄好了 准备安排一切 可是外头 把贾尸忙坏了 这都消息了 衙门里边有人 他终归是地方的乡绅 扫听问吧 最后准确消息 说人已经死了 贾尸啊 都没敢回家哭 在外边找一荒野 是放声痛哭 哥哥呀 哥哥 一代忠臣 落得这么一个下场 心里难过 通过好多人 最后找到监狱这块 找这老头 咱上点事 什么事 贾尸 都认了 把那死尸给我 火 贾尼 咱可别玩笑 这可不成 审得是朝廷的侵犯 我听说 之后还要把人头切下来 送到北京去 您等切完之后 死尸弄走 行不行 不成 我要全尸 那您这不要我的命吗 咱们这样 我问你 人在哪 人在锦里边 那单独有一间小房 他在那 屋里什么样 铺一草垫子 人躺上 都是血 你去 人家看不出是谁 赵啊 既然看不出的是谁 那拿谁不都一样吗 兄弟 我求你这么件事 我给你文银一千两 你们监中准有办法 你把这死尸 导给我 一千两文银 诱惑太大了 老头一琢磨呀 还真有烦 怎么呢 前两天呢 这监狱里边啊 闹劳温 死了一病人 这会儿呢 搁到后院那儿 正准备拉出去扔出去 还没扔 一琢磨 也行 反正也瞧不出是谁来了 死尸的衣服换一换 给那脖子切一口 血冲了一弄 就得了 那咱得说好了 家爷 这您可不能说去 废话 我能说吗 好嘞 那急不如快 就今天夜里 好不好 好嘞 大半夜里边 这儿都安排人 监狱里边 关事门 自成一家 没人管得了 刀登吧 先把那死尸 请出来 衣服扒下来 换好了别的衣服 这儿卷上 弄到外边去 又把死尸的那个犯人 跟他换了一件 脖子上切一口 做得不是像 往草垫子上一扔 这儿把死尸运出去 交给贾石 接过来一千两粒银票 贾石接了死尸就哭啊 进族门说 您别这儿哭 您这儿哭给我们惹祸 赶紧弄走 这连夜带着家丁 把死尸就拉出去了 找一开挖野地 这儿刨坑就埋 埋好了之后 作声记号 跟这几个人说 孩子们可说好了 这个事情谁问都不许说 知道吗 埋在这儿 不许说 只有我记着 你们尽量就忘了 听见了吗 哎呦 我都知道 都知道 这儿走了 他们打监狱里边 那儿刚走 差人就到了 要人头 到这儿喝 这儿有血子糊烂 你们谁给切了吧 狱卒们说 我们来吧 过去把人头切下来 装盒里边 拿走了 这儿回头掩埋这死尸 撒人头 进了围京了 回头来再说假石 安顿好了 一会连夜回来 又找夫人 嫂子 我跟您说点事 什么事 我哥死了 这一句话 夫人当时就昏过去了 赶紧叫 叫醒了之后 放声痛哭 夫君啊 夫君啊 怎么会这样的下场 您别哭了 您别哭了 老大 现如今不是哭的时候 我再劝你们一句 老贼言诵办事 心狠手辣 绝不会饶了你们的 赶快的走 夫人说 我怎么能走呢 我现如今 夫君都没了 你说我们这 上哪儿去 又何况说 你们这三三五次的催 难道说 你让他们腾房吗 这一句话 假石的心里 真难受 嫂子 这叫什么话 人命关天 当初我们哥俩这么好 我这房漫说 给你摆住 你放火烧了他 我都不说别的 我怎么能挤着 你们腾房呢 眼睁这个事在这 你不走就得出人命 夫人说 那要死 我们也死了一块 哎呀 这不急死人吗 嫂子 敢这么说 你要是不走 我可得出几趟 我河南有点事 我得上亲戚家去一趟 走之前 我想要一件东西 兄弟也说 你要什么 拿手一指的枪 枪上贴着一张出师表 这就是平时审恋自个写的 写完之后贴在枪上 每天看这个 恨 我朝中怎么就没有诸葛相夫呢 怎么就没人匡夫设计 嗯 每天写这 哥这 贾师叔 我想要这张纸 做一个面相 夫人说 哎 人都没了 一张纸算什么 你拿下来吧 哎 贾师把他接下来 这都全好了 贴身藏上 嫂子 这个夹克给你了 啊 我再问一遍 你们走吗 我们不走 好 那我先出去一趟 贾师这出来 跪着东西 带着细软 离开了保安州 是赶奔河南 怎么呢 贾师了解他们 知道是准有后患 而且来说 谁跟审恋走着近 都会有事 我们不能全军覆没 得流出人 以图后报 所以说 他这安顿好了之后 离开保安州 直奔河南 他走了 咱们不说 家里边 夫人带着孩子们 哭得跟泪似似的 你叫这事闹的 这也想不到的事情啊 这怎么回事就死了呢 嗯 这不是天大的冤枉吗 但愿得老天开眼啊 孩子们呢 你们得记得这茬 你爹是死在奸责之手 日后要给你爸爸报仇血恨 小公子点头说好话 一刚落就听外边 人声鼎沸 官兵来了 接眼前文 上回书讲到 徐氏夫人迟迟的不愿离开 而听得外边人声嘈杂 官兵们来了 说怎么官兵们又来了呢 嗨 杨顺跟陆凯 俩人一琢磨 这茬不对 现如今审恋死了 人头递解进京 我们俩人手工一剑 可有一样 给我们俩的待遇可不成 阳顺的奖励是让儿子做了仅一位经历 陆凯观生三级 不对呀 许的我们是王侯之位 这差距太大了 俩坏蛋这喝着酒了就说这事 这怎么回事 不说王侯都能做得到吗 咱俩现在这是眼儿猴啊 这是为什么 这个陆凯呀 心眼多 我也想这个事 可能是咱俩做得没让老头满意 杨顺说那你出主意吧 你说因为什么呢 审恋是死了 审恋好几个儿子 对不对 这连大的带小的 斩草不除根 必定要害人 日后他这儿子要是成了事的 或者长大了 这是个后患 严相不满意的地方 估计是在这儿 哦 杨顺点点头 审视有理 嗯 那照你说咱们得斩草除根 对 咱们呢 把审家给他绝了就完了 这留着人这是个祸害 日后 咱们哪闹得过呀 对不对 行 要这么说 咱们办这事 两人这儿喝完酒 转天吩咐冰冰 去 拿沈家的后人 这才有大批的官兵 来在聊保安州 拿吧 谁是沈家呢 来到这儿连夫人带孩子 吸那哗啦 全拴上了 来到堂上 杨顺望着一坐 来呀 这个 沈恋是几个儿子 说沈恋四个儿子 大儿子叫沈湘 不在这儿 一直在原郡家乡浙江少兴府 没在 那这儿呢 那这儿呢 这儿是三儿子 二儿子 沈滚 三儿子 沈宝 小儿子 沈才 但是 小儿子还小 啊 还是小孩 但那俩都大了 十六七 十七八 好 那就先把他二儿子 沈滚带上来吧 说 犹打底下 上座着杨顺 旁边是陆凯 就知道这是我的杀父仇人 小公子昂然不彩 俩奸贼胆战心寒 你瞧我 我瞧你 你 姓什么呀 二少爷看看 沈 叫什么呀 滚 说你呢 说你吧 你叫谁滚 我俩人知名言的 人家名字叫滚 他可不是说咱们街上打架 你滚不是那滚 他当初杨家将 老令公杨基业的父亲 叫杨滚 就是那个滚字 沈滚 你因何上着堂来 利而不归 二少爷一回头 怎么着 站得太靠前了 家人真恨他 再靠拖子 扑一下子过 杨顺之擦 你看 他这事闹 待会咱们跟他过不去 一和利而不归 二少爷恨 我上归天下归地 中归父母 岂能归而等 这奸贼 杨顺点点头 路的人 他可骂你了 尔等奸贼 要是光说奸贼是我 尔等就有你 我怎么叫尔等呢 俩上来呢 你爸爸 勾结波连教 串通打鲁 与谋朝 你是否也知晓 够奸贼 无法无天 胡言乱语 陷害忠良 你是必有天前 杨顺一听 混账 路的人 什么 什么叫天前 天前就是勒劈了你 勒劈了你 你俩跟这 跟真事似的 大胆的 神滚 上这堂来 陶小公堂 蔑视朝廷命官 来呀 车辆下去 与我打 说声打 战堂官过来了 拧着眉 瞪着眼 咬牙切齿 拽住了二少爷 往下就走 小公子是 骂不绝口 打堂上 一直骂到下不去 拽着堂顶下 摁住了 好 大烛板举起来 乒乒乒乒乒 这通打呀 嗯 杨顺 陆凯俩上坐着坐着 还骂呢 一样 俩人这听着 你倒说打多少啊 也没说打多少 咱俩心里也琢磨着 叫回来还得骂鸡 听着吧 一直听到底下 没声音了 赞堂官回来 大人还打吗 问他还骂吗 骂不了了 死了 啊 这是一个办法 这是一个办法 嗯 车在一旁 来呀 带他三子 三子 神宝 这更小了 十七 从那一走 往上来就瞧见了 二哥躺那死了 我哥哥 什么你哥哥 现在不是了 已经死了 上堂吧 哎呦 三少爷气得眼珠子都红了 啊 望上走 打堂底上来 直接奔桌子就来了 这俩官跟着还坐着呢 这行三啊 这行三 正看着呢 哈 没想到三少爷到跟前了 这一抬脚 偶一推着桌子 我去你的吧 俩没流失 哎呀 哈 打打打打打打打 什么都没问 来下去了 赵山吃药 叮叮叮叮 两位公子是 避于仗下 全给打死了 啊 兵兵们上来 和兵大人 俩大人是归着桌子呢 啊 啊 打死了 哦 要 算了 你看 你也不说一声 啊 留个活口啊 带他那四个 四个来表 四个两岁 哦 那那行了 那那挺好啊 你们你们很好 这个行文吧 行文写吧 啊 这走 加急的公文 说这事 我们又 破获了他俩儿子 啊 怎么串通白连教 怎么又要勾结打鲁啊 又要谋朝篡位 来胡说八道吧 俩跟这 清天白智 瞪眼说家话 跟这写 啊 加急的公文 往北京送 老爷送一看 还挺满意 嗯 不错 挺好 这俩人会办事 啊 没两天 批回来了 说这个 这俩死了呢 也就既往不救 还剩一小子 网开一面 让沈恋的夫人 带着孩子 发配到云南 这损大了 云南 现如今 要打北京 去趟云南 坐飞机 没撒钟头 也到不了 那个年头 道上走 就得走半年 到那去 那就说 这辈子别回来了 另外 着重提到了 长子沈乡 现在浙江 要拿问津津 还有大儿子呢 得逮他 这俩儿子死世 出来之后 有假实家里的人 走的时候 老头吩咐了 我出去躲一躲 必有大事 你们替我盯着 如果有什么事 啊 该怎么办 怎么办 就真有着好心眼的 去买通了进族 把这俩儿子失手 又给弄出来 藏着 买好了 夫人没有办法了 抱着小儿子 充军发配 去往云南 就这一家 死走逃亡 单单剩下 大公子沈乡 在浙江 这出了公文 阳顺得派人去 吩咐一声 应用之物 准备齐了 宅了两个新夫人 这俩小子 叫张千里万 把俩人叫来了 说这趟浙江绍兴 是你们俩人去 是 爷您放心 我们到那 就把沈乡掏来 屋里没外人 我跟你俩这么说 这个事情 关系重大 千万不要等闲逝之 你们拿获沈乡 递解进京的途中 找一个机会 就把他杀了 不必让活口道 要死的 不要活的 是 您放心吧 这事我们能做得到 两人领命之后 打这走 先奔浙江 到了之后 找地方官 投了文 手续都办齐了 地方上派人 直接的领到了 绍兴府 到沈去 这位 沈的公子啊 是个念书人 也老是 父亲上京呢 把他留在家里边 因为他已经 结了婚了 两口都跟这儿 听人说 家中出事 这两天也是忧心忡忡 怎么办呢 这是哪说起啊 父亲这个人 非常正直 他怎么就会 出这么大的事 母亲去哪了 也不知道 现在挺烦躁 整根屋待着呢 好 家奴院宫进来了 少爷 出事了 我知道出事了 咱们跟厂出事了 怎么回事 官兵到了 抄家 好吗 刚说完 官兵进来了 呼噜呼噜 好几百人进来 这儿一说 沈香 泥夫沈恋 打算谋朝篡位 勾结这白连教 火同打鲁 把这事你说 先如今 奉旨捉拿 拿你归案 家中其他的 全都插封 房产地业 所有的钱 全都没什么家的 而且马上就得走 一点辙也没有 没有通融之地 这儿都安顿好了 人家把风条贴上了 街上就要剩俩人了 沈香和自己的妻子 文氏夫人 站在这儿 张前李万也来了 怎么呢 地方官负责抓 张前李万负责把人带走 哎呦 站在街上 文氏夫人 眼泪就止不住了 夫啊 夫啊 咱们家是正人君子 非栽横祸 沈香滩了口气 其啊 比门家中做 火从天上来 哎 事到如今 我 随着官差走 你啊 赶快回娘家 人家说了 公文上抓我 可没说抓你 你走吧 啊 夫人眼泪哗哗哗的 我不能走 我还告诉你 咱俩结婚这么多年 没孩子 但是现在我怀胎三月 我这肚子里有孩子 你走之后 我知道怎么着 又何况山高路远 我恐怕半路途中出事 我照顾你 咱俩一块 要活一块 活是要死 一块死 沈香很感动啊 夫人啊 夫人 你真是 揭烈无双 夫人问这张千里万 我们跟着行不行 张千里万说 那跟着就跟着呗 也无所谓 反正他不跑就行 你愿意跟着跟着 但是跟着你可不挑肥 那不小心的 这钱我来出 路上吃饭 喝酒 住店 都是我来出 那行 你要愿意的话 那就好办 走吧 手续办完了之后 四个人登城上路 哎呦 这一走啊 夫人受了罪了 哎呀 怎么呢 你琢磨 怀了孕了 又是个妇到人家 哪走过这个远门啊 开始还行 可是一过了杨子江 到徐州 走汉路 开始受罪了 哎呀 这怎么办呢 尤其是一到了徐州之后 夫人一瞧 这俩差人不对 张千里万 首先说不客气了 刚离开浙江 这俩人一天到晚 不乐不说话 挺客气 但是一起了汗之后 离这家越来越远了 这俩人不客气了 说话 也有片汤话了 啊 朝三不朝俩 就觉得不对劲 谁像是念书人 想不了这么周到 这夫人很聪明 知道 就这种发配的路上 是经常出事情的 嗯 而且越往前走 连着好几天就观察这俩人 俩人就嘀咕 啊 有时俩人扎一堆 说事 也不是俩人说事什么 啊 而且翻弄东西 张千里万的包裹里边 有明黄黄的钢刀 没事 穿着不容易俩 拿着摸呢 我心里说 这可不行 要照这样 非出事不可 自己偷偷摸摸的 跟丈夫就说 多加小心 要出事 沈香说要出什么事 嗯 不好说 眼瞅着 明天咱们就能到济宁 山东济宁 到那去 咱们有一辙 沈香说有什么辙 你忘了 济宁咱们一熟人 谁啊 有一位冯叔 哦 想起来了 啊 姓冯 原来也是朝中做官的 他跟这个 沈恋的好朋友 后来是丁优回家 什么叫丁优呢 这冯叔啊 他爸爸死了 做官之人必须是这样 不管是父亲母亲 哪怕是继母 丈母娘 不管是谁 只要是这方面的长辈死了 做官的必须回家 马上停职 你当了相国 当了丞相 朝中一贫也马上停 这官不能当了 回家守三年校 这是规矩 如果说你瞒着这个 你不愿回守校 那么好极了 你就惹火惹大了 这是当时的规矩 如果说你非得要是做官 我不想回家守校 守三年 这担不夺的事 还得当官 那么只有一种方法 就是夺情 什么叫夺情 得皇上说 哎呀 爱情你别走了 你走了 我这弄不开了 必须你得留下 下圣旨 夺情 夺你这种家里的人情 皇上夺 行 你不能走 你必须留下 必须这样 但是有明义朝 也没多数位官 能达到这种地步 除了旷青天 苏州之府邝中 咱们知道十五官 那个官 邝青天 有过多情 苏州多难干呢 所有的官到那没有好的 唯独邝青天到那 入不时宜 断了多少个案子 所以说跟那 一做 做了是九年的官 三年一任 他做了九年 每次走 当地老百姓 三万多个人 联名写信 上搜朝廷 不允许 到后来 邝中的继母去世 他打算回去 守三年校 老百姓不答应 整个苏州老百姓 集体的 写了这么一封万民信 记得朝廷去 皇上下旨 多情 这个 就这么一两位 所以说 这位冯叔 想多情 达不了 他没有这个身份 就辞了官 回家来 现在还在守校期间 当初跟沈恋的关系 非常好 两口子一琢磨 这是一机会 明天到了纪宁 沈香 说我得去一趟 面见这冯叔 把事说清了 看他能不能救我 否则的话 我这一趟 或者死在路上 或者到了地 我也得死 看看有辙没辙 两口子就偷着 商量这事 眼瞅着 就到了纪宁的边上 四个人往前溜达着 这说闲话 沈香说 哎呀 这可到了纪宁了 咱们有熟人呢 夫人假装不知道 谁呀 你忘了 咱们那冯叔在这了 冯主氏 原来也是朝中的官员 现在丁优在家 这一说 李万乐了 哎 我知道 有这么一个 有这么一个 你们认识 认识 当初跟我父亲 关系不错 哎 你这么一说 想起来 这冯叔 还 还借着我们家 二不量银子呢 多少年没还 也是一直没 上这来 哎呀 你说这二不量银子 咱是不是要个账去 啊 媳妇说 行了吧 多数年的事了 人家很多早望 也不见得了 到这了 顺便问问 挂马一江的事 他要是给了呢 咱们路上宽敞点 这二不量银子路上 咱都花了 吃好的喝好的 也未尝不渴 张千里万一琢磨 二不量银子了 不少了 那那要吧 要吧 俩犯财迷 要吧 别去 去了 人家 嗨 已经就到了 你不就说那谁 那个冯泽人他家吗 我认识 我去过他家 咱那过过 啊 咱们到了 到吉宁之后 找店住去 住去 然后我跟你去 去要完之后 咱路上宽敞点 怕什么 这啊 我这俩人挺高兴 窜瞪着 那行了 那明天吧 说话 到了吉宁 找一小客栈 这就住好了 啊 当天天已经晚了 说明天上午去 次日清晨起来 吃罢了早饭 哦 吉宁的小吃很棒 各种小吃 张千里万 汤汤汤汤汤 一通吃 这吃完了说 咱们走吧 行 谁去呢 张千说我留着不动 我看行李 另外大嫂子跟这呢 啊 我看着 白氏 李万 你带着他去 你跟沈的公子上那要去 要完了赶紧回来啊 行 李万说你看着嘛 我去 陪着沈香出离店房 往大街上走 多少年没来了 我都怕找不着他们 你还 你怎么会知道 嗨 我 纪宁这常来 那有时投个文呢 办点什么事的 我打那过 他们跟我说过 我这住着 也是经官 后来不干了 后来再加 我知道他们家 没多远 拐弯去 最大那房子他们家 哦 俩人说着话就往前走 走来走去 前面不远 已经瞧见那大门了 李万还说 你看见吗 就是那房子 那就是房子 沈香点点头 来过 这一说更是是是 是这 往前溜达着 李万突然觉着 哎呦 肚子不舒 吃多了可能是早晨 真巧 这是厕所 那个 我先我再方便一下 我这 我憋不住 我这截个手 李万转身 进厕所了 沈香一瞧 也没有什么人 你又上厕所了 这是老天爷帮助我 来吧 一聊一声 噔噔噔噔噔噔 奔老冯的大门就跑 啊 来到这 门口摘老头 哎呦 您谁这是 我问一下 冯叔在不在 啊在在在 你赶紧带我去间 有机室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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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听说了 显如今怎么样 别提了 出大事了 我爹被人陷害 已经死了 二弟三弟也行帝障相 我母亲带着小弟弟 现在去了云南 只剩我一人 与我亲 我们现在是弟姐进京 我到那时必死无疑 我如果到不了那半路上 也得让芥材把我害死 没有别的 念在您与我父仪殿成臣 我想求您救我 您要能救我是汉苗德语 我还能活 您要说不能救 我就一逃磕死在这 我也不死在中途 冯的人一伸手 砰 拉住了腕子 跟我来 没公主说话 登登登登 穿宅月圆来到后边 直接的进书房 打开门之后 拿手一扒了这墙 哗啦一声 这墙是假的 墙后边是一门 进去 孩子 我跟你爸爸同殿成神 我们是好哥们好朋友 你就是我儿子一样 打支起 你就藏在这 一回头 吩咐你老管家 去门口盯着去 老头出去了 沈乡迈步 进了这个门 往里边一走 有一台阶 顺台阶下去 底下是这么三间房子 有床 有桌子 什么都有 连书架子 条案 一切应用支部都齐的 挺好 这藏好了 老头在外边 把墙给我推上 没人知道 这儿得有房子 往前来又坐在客厅 这儿喝茶 回过头来 再说离歪 打厕所出来 这回我可痛快了 哎 哎呦我的妈 上趟厕所 这人哪儿去了 哎 我说 沈乡啊 你可别害我呀 你哪儿去了 哦 可能啊 我上厕所 这会儿功夫 他先去 对 登登登登登 来到沈家门口一瞧 这儿摘一老头 哎 老管家 干嘛呀 刚才 近期一人吗 啊 近期一个 年轻的 是啊 哦 这会儿干嘛呢 聊天了吧 跟老爷聊天呢 哦 行 那我等会儿 这心里放心多了 哎呀 等着吧 等了一个来钟头 还没出来呢 还没完事 留吃饭了吧 沈乡也是 你说你吃饭 你不管我 吃饭 我 你这事闹了 再一个 刚吃饭早点出 你吃里面的饭呢 这是 还不出来 哎 一瞧啊 打里边出来了 摸着 傻个 身材差不多 心说这行了 到跟前一瞧 哎呦 不是 我看 这事判变得了 你 你 感谢您的观看